承睿有点累了 但是他还是努力振作精神 他要做的事情还没完呢 坐上自己车子 承睿迅速赶往医院 将车子停好之后 承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直接从主楼进去 这一次他直接走到主楼的后面 主楼后面不起眼的地方 有一栋更加不起眼的房子 掩映在绿树中间 外表看起来颇为亲切看 只是医院人都知道 这里是停尸房 吞了吞口水 看守人不注意的溜进来 承睿推了推里面的门 冷气扑鼻而来 这是一种特有的干冷气息 宛如死人吐气 承睿关好门之后 看着这间自己今晚要暂住的地方 没错是暂住 今天晚上他要睡在这里 上面那些还不算完 最关键的是你要躲起来 如果要是被鬼嗅到你的气息 你就完了 只要找不到你的人的时候 那个鬼才会乖乖的去把替身当做你 最好的伪装方法就是伪装死人 做完所有布置之后 你要尽快在天黑之前 找一个阴气重的地方 混在死人中间 用死人气息掩盖你的阳气 手脚开始发抖 心里毕竟有些害怕 可是成为一想到 许耀他们死时的惨象 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虽然很冷 但是自己今天特意准备了后种遗物 只是一晚 应该死不了吧 闭上眼睛 不去看那些摆放在屋内的各式死尸 成为咬牙 狠心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 天黑了 心躲躺在床上 发现自己完全动弹不得 随着熏奴的血液减少 屋子里血行为越来越大 令人想作呕 连同学长的行为 学长竟然是找自己做替死鬼 这种缺德的事情 亏他做得出来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不能说话 不能动 没办法报警 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心躲看着天空 天已经开始黑了 这么说 许耀学长他们死的时候 似乎都在晚上 晚上 传统意义 晚上容易闹鬼的事情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晚上是他们力量最强的时候 他开始害怕了 小心听着外面的声音 哪怕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 都能让他心跳挺直 熏奴的眼很平稳 烟雾的影子 导映在墙壁之上 淡淡的薄纱一样 忽然 忽然紧紧对面的墙壁上 心躲屏住呼吸 墙壁上 那熏炉烟雾的影子 忽然动了 原本均匀的烟雾忽然乱了 仿佛 仿佛现在心怒的心情一样乱 有东西进来了 他听到 门轻轻关上的声音 非常轻 几乎听不到 然后 是同样轻的脚步声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学长他们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好歹还能动 可是自己呢 心怒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然连发抖都做不到 鬼 也是有影子的吗 无法呼叫 无法动的 甚至无法发抖的年轻人 只能惊恐地瞪着对面的墙 墙上 现在出现一个影子 巨大而猙獰的影子 遮住窗外的月光 最后 光明 消失了 心怒听到吸塑的声响 是衣服 不 鬼怎么可能 不敢呼吸 他只能紧张 听着那诡异的声音 那个东西 在做什么呢 好像是 是抽出什么东西 等等 抽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想起毛巍巍 毛巍巍 从自己身体里抽出 抽出 抽出期待 心脏砰砰跳着 心怒还是对面的墙上 再度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他再慢慢的向下 他举起了双手 那手里 是长长细细的东西 期待 这个词一下子跳上心怒嘴边 无法反抗 他只能感到一根冰凉的什么东西 慢慢的靠近自己脖子 他自己的头被抬起 那细长东西 随即猛的收紧 好 好难受 无法呼吸 这东西如此用力 以至于自己被对方 净乎拖下床去 是鬼吗 鬼都这么有力吗 不 不想 我还不想死 眼里流着泪水 息怒的头 重重的 向下栽了过去 直到闭眼 他也没看到对方的脸 最后 映入他视线的 是一双 苍白的手 等等 这 正在这个时候 辛诺 昏了过去 端林接到警察局电话的时候 他说着 请问你是韩辛诺的兄长吗 请到某某医院来一下 端林赶到的时候 意外的 见到许久未见的父亲 寂寞站在一旁 警惕看着自己 阿琳娜 你 什么时候过来的 父亲看着他 语气 有些犹豫 还有一丝紧张 辛诺要我来的 他说 逢要遇到离奇的事情 对了 辛诺怎么样了 毕竟关心弟弟 端林决定 忽略父亲的 和继母的态度 你还问他怎么样 是不是你 继母就忽然叫起来 对着自己大喊大叫 端林奇怪的看继母看去 却发现继母一看到自己 便飞快的收声 头也低了下去 果然不对啊 继母不只是厌恶 而且更是怕自己 端林正想着 忽然对面的门打开了 出了两位医生 尴尬的气氛 热彩打破 父亲和继母 急忙迎上去 大夫 儿子他怎么样了 暂时没有醒过来 看多这样的 焦急的病人家属 医生了解的 护了护眼镜架 你们呢 不用担心了 他只是 手机过动 加上注射麻醉 剂量过高 出现暂时休克 已经注射了 中和药剂 休息一晚上 可能明天呢 就好了 看着终于松一口气的 韩傅他们 医生笑了笑 你们过一会儿啊 可以进去看看他 现在护士啊 正帮他做最后的处理 我们还需要去 把病人 无恙的事情啊 通知警员先生 警员 医生的话提醒端林 是啊 还没问弟弟 怎么会被当做病人 送到医院呢 知道弟弟 没什么大事之后 段林决定 先询问警员 看一下旁边的木子 木子随即 便悠悠跟上 临走前 木子看了一眼 段林的父母 微微一笑 然后便 在他父母紧张目光之下 跟着段林 消失在 医院的走廊之上 被袭击 被不消血袭击的 从警员嘴里得到答案 太过震撼了 段林当时就说不出话来 没错 回答自己的问题 警员也是一副 差异的表情 段林记得他 经常跟在 金子先生后面的 似乎大家都叫他小曹 抱着胳膊 曹姓警官皱起眉头 这说起来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组队就怀疑薄小雪了 所以一直跟踪他 当时我们跟着他 去了承睿家里 原来 你弟弟就在 承睿家里被发现的 我们终进去的时候 你弟弟已经晕过去了 薄小雪 正看着自己的手 不停的说 我杀了他 我杀了他 当时情况 好像 非常的 非常诡异 说到这里 警员 拿出一张照片 给段林 你看 这要是你弟弟 被发现守候的样子 脖子上的 全部都是磁带 那个女人 似乎是想要这个东西 勒死你弟弟 磁带很薄 不过 这么一把 也够呛的 后来 我们在承睿房间里 还发现了 这个 段林不解的 那个 对 双手拇指分开 小曹 用手围成一个长方形 试一卷 录影带 录像来拍的 拍摄内容呢 是许瑶的葬礼 似乎一开始 就在放灵堂 某处固定拍摄的 这一开始内容啊 是没什么特别 可是后来 声音忽然变小 小曹低声说着 你知道吗 许瑶棺材里啊 那根旗带 是薄小雪 放进去的 什么 段林当即大声叫出来 虽然他记得不太清楚 好像被附身了一样 可是啊 那是事实 我们立刻采集血压 而后发现 更加惊人事情 薄小雪 是许瑶的排水管中 发现死鹰的母亲 段林更加诧异了 是什么 不但如此 我们后来啊 深入调查之后 还发现 死者许瑶 所住房间上 上面一层 这个租户 正是薄小雪 婴儿 房子 段林心里 忽然有了一个 非常疯狂的想法 该不会是 木子的声音说着 婴儿 是薄小雪放进去的 然后婴儿的哭声 是他利用楼上管道 传到许瑶家里的 该不会是这样吧 段林看着旁边的木子 发现木子的表情 一直很平静 小曹 差一点点头 小哥 你猜对了 可真厉害 木子 早就发现了 段林忽然想起 自己第一天 住到许瑶家里 时候发生的事情 当时自己 问木子 是否看到什么 当时 木子的回答 似乎是 这里什么也没有 原来如此啊 可是 薄小雪 她 不是怀孕了吗 犹豫着 段林说出 这矛盾的地方 根据当时发现 那个孩子的成长天数 薄小雪是不可能怀孕呢 那是假的 经过检查 薄小雪根本没有怀孕 她甚至 说到这里 小曹低下头 她根本不能怀孕 似乎是那个孩子的缘故吧 被告知啊 以后呢 是再也不能生育了 也就是说呀 她的怀孕是假象的 精神科医生说啊 如果一个人 非常的坚定自己怀孕 非常渴望怀孕的话呢 久而久之 她的身体 也会由于心理产生变化 甚至出现怀孕时 应有的各种症状 呕吐 只是轻微的 听说啊 有人妄想到 肚子真的变大了 想象力啊 可真是深奥 说着说着 警员感慨了一句 然后神色忽然变得正经 她故意住在许瑶家 企图在精神上 压垮许瑶的事情 已经是定论了 接下来呢 就是其他人 每个人死亡的时候 她都在场 而且她都是 当时唯一的在场人 现在又多了你弟弟 基本上啊 警方已经将她 列为嫌疑犯了 那 十二人动机呢 正正的 段林问着 许瑶那件呢 很明显了 因为她企图 利用怀孕和许瑶结婚 一直拖到孩子 无法人工流产的五个月 可是许瑶呢 那小子啊 也是魂 居然 声音压得小小的 小曹贴着段林耳朵说 听嫌烦的意思啊 似乎是她呀 把女人弄晕 然后在女人昏迷的时候 找人把孩子给取下来了 硬取下来的 害得女人呢 不但没有孩子 从此以后 也无法生育了 我们怀疑啊 帮许瑶取下孩子的 同伙 是承许瑶 这样在杀人动机方面 就说得通了 嗨 这些当医生的 那陆香来呢 似乎是用陆香带 来拎过她呀 哎 这女人呢 还真可怜 换成我的话 也会发疯的 曹兴警官感叹着 可是 段林眉头 却越皱越紧 真的是这样吗 可是 她总感觉 哪里不对 警员是肉眼 看到食物来判断此案 比起他们 段林多了第三只眼 那个孩子呢 怎么解释 如果说是养尸 可是 段林看到 木子同样沉默的表情 她低下了头 和小曹告别之后 段林来到弟弟的病房 虽然继母在旁边 虎视眈眈的样子 让人看了不舒服 可是 毕竟担心呢 走到病床前 看到弟弟仍然昏迷 可是脸色 并不会太过苍白之后 段林稍稍放心了 忽然想到什么 段林轻轻弯下腰 弟弟脖子上 刺目的红痕 吸引了她的注意 真残忍 怎么会想到 这种方法呢 木子在一旁 半晌 一直没说话了她 却忽然开口了 喂 你不觉得 哪里有古怪吗 你弟弟 为什么在成为家里 段林歪了歪头 虽然好奇 木子会忽然问这个问题 不过段林还是回答 心诺说 要给学长送资料吧 可是 他学长不在吧 那个警员不是说 这样子给他打电话 询问他的去处吗 而且 喂 那些人都死了 怎么可能就你弟弟没死呢 而且 加上你弟弟这次 如果这四起事件 是连续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你说呢 你不感觉奇怪吗 木子的话 好像是轻轻触动 段林心灵某处 那个一直蠢蠢欲动 可是找不出原因 只好按捺的 段林 眼睛越张越大 是啊 如果抛开警员的看法 与其说 那个东西 是来害弟弟的 不如说 他是来找 承睿的 他发现不是承睿 所以就放开了弟弟 而且 如果这四起事件 真的是连续的 那么 许瑶死了以后 有期待 出现在他身上 毛巍巍 从自己身体里扯出旗带 路向来死的时候 脖子上围着的 是妻子体内的旗带 都是旗带呀 这样一来 波小雪 他说 不记得 他送旗带的事情 仿佛被附身的感觉 就说得通了 因为 那天 段林想到 自己看到那个 穿着红色鞋子的孩子 屏肌 垂胶子的孩子 带来 化销